日本美国法国的联合军演自本月十一号起在九州进行为期七天的演习 这是三国陆上部队首度在日本境内进行联合演训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天上午跟美军陆战队法国陆军在横跨日本宫崎县与陆尔岛的舞蹈演习场进行联合演训 并且公开的让媒体进行拍摄 这是法国陆军首度在日本境内参加联合训练 日本方面希望透过跟法国深化防卫合作 对于在钓鱼岛列宇 也就是日美所称的间隔诸岛 以及台湾周边频繁活动的中国强化贺阻力 另外法国军方发言人格兰向日本时事通讯社表示 由于中国大幅提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 因此法国决定加入本次的军演 对外强调法国对印度太平洋的强烈兴趣 该训练模拟日本领导防卫 要确认三国陆上部队登陆后 在边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一边将部队移动到战场的顺序 这场联合训练总人数大约为220人 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100人 美军陆战队60人 以及法国陆军60人 而在同一个时间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还透露了 海上自卫队也将与美国、法国和澳洲的海军 在东海展开联合训练 岸信夫表示 他希望通过海陆的联合训练 进一步深化四国的关系 达成远景 共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现在似乎已经开始影响到部分 中国民众的签证申请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一名计划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 因为其父亲是中国的原警 而被美国使馆签证处拒签 报道引述经手此事的一家留学公司的说法表示 美国签证官在给这个学生的拒签便条中说 这是鉴于美国国务卿的指示 停止向中国的移民局、国安部、公安部等等的现役人员 及其配偶和子女发放签证 这家公司说 这个学生的父亲是一个低级别的公安人员 美国驻中国使馆目前否认了相关说法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则是做出了相关的批评 美国之音报道 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证明美国出于政治原因 人为的破坏中美两国正常人员交往 这不利于美中两国关系健康正常发展 华春莹还暗示到 依照美方的逻辑 中方是不是应该拒绝向美国有关部门人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颁发来中国的签证 4月28号 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宣布恢复 因为疫情暂停的对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发放 不过对于涉及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等 敏感事业的签证限制并没有取消 根据统计 中国留学人员是各国在美留学群体中最大的 目前中国留学生人数超过了37万 美中关系的恶化对这些中国学生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去年5月份 几名中国学者因为隐藏其军方背景而在美国被捕 此后有大约1000多名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都被调凶 留美中国学生除了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之外 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报道指出 2017年 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杨淑平 在毕业典礼演书中 说到 美国的空气比中国的更干净 他可以用之前从未梦想过的方式 公开讨论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和政治 结果被所谓的爱国民众 骂说是卖国 招来了一场噩梦般的人生攻击 去年 皮子堡大学中国留学生许可欣 在网络上以激烈的言辞 批评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 他也被中国列入了恨国者名单 绅士与家人全数被启力 那么中国民众对于近日传出的 公安部子女赴美遭拒切 又有何看法呢 凤凰网13号转发了 《北京青年报》一篇题为 美国停伐中国移民局公安部 等待现役人员子女签证 外交部回应的文章 文章下面有数万条的评论 从整体反应来看 大多数似乎也都没有埋怨美国 反倒是对华春莹称 不利于中美关系正常发展 表示了不可以理解 在全民反美的情况下 领导干部 党员 政法干部本人 以及其子女和家属都要去美国一事 让民众不能谅解 更有人直言 作为政府机关的家属 应该要自觉 拥有超出一般人的政治觉悟 与美帝进行坚决斗争踩队 干嘛还要花钱去美帝读书 还要抱怨美帝不给签证不成 在推特还有人直言 中共每天教育人民 美国假民主 假自由 为何高官们还尽量地 把子女往美国送 人家美国不欢迎 还要骂街 相关言行体现出了中共当局的矛盾心态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司法部5月14号宣布 一名参与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风诗病学教授 因为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期间 向联邦当局说谎而被判处监禁 本次涉案的学者 唯有58岁的郑颂国 他居住在俄亥俄州 曾经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和宾系法尼亚州立大学 领导一个自身免疫研究团队 他承认 他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申请科研经费时 隐瞒了他参加中国千人计划 以及与中国政府控制的一家中国大学 有关联及合作的重大事实 司法部说郑颂国2020年5月22号被捕 当时他搭乘一架包机 抵达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 准备要登上另外一架包机逃往中国 他当时携带了三个大袋 一个小行李箱和一个手提箱 里面有两台可吸式电脑 三部手机 几个USB 几块银条 家人的过期中国护照 在中国的房企以及其他物件 根据法庭的档案显示 郑颂国自从2013年以来 就参加了中国政府的人才计划 司法部说 郑颂国保证利用他在美国的研究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物医学研究做贡献 而他没有向其美国雇主 或者国立卫生研究院披露利益冲突 或者他对于外国的承诺 而事后他在去年11月认罪 他承认了在申请科研经费时撒谎 以利用来自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 大约410万美元 开发中国在风湿学和免疫学方面的专长 郑颂国最终被判处37个月精进 他还被下令向国立卫生研究院 归还大约340万美元 并且向俄亥俄州立大学归还41万3千美元 此案也成为了最新美国抓捕学术间谍的定罪案例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 中国天文一号探测器 于今早7点18分左右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 预选着陆区 祝荣号火星车也成功登陆火星 这代表着中国成为继苏联 美国之后全球第三个达成此项成就的国家 祝荣号火星车预计将在火星表面工作 大约3个月的时间 而天文一号环绕器 将会为火星表面探测和地球的通讯 担当中级卫星传送信号 等到火星车工作计划结束后 环绕器还将进行长达两年的深度探测工作 本次任务成功具有重要意涵 德国之城报道 意大利伯洛尼亚射电天文学研究所的 行星科学家奥罗西对《自然》杂志表示 祝荣火星车如果着陆成功 这意味着中国只用一次的任务 就实现了美国耗费数十年 历经多次任务所实现的目标 这将会是巨大的飞跃 人类航太史上 除了12台成功着陆的火星探测器 还至少有6台火星探测器 在着陆阶段发生故障导致任务失败 以向有数据来看 成功率大约只有五成 对此达成此项任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特地指贺点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 并参加任务的全体人员 这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点中指出 天文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 迈出中国星际探测真诚的重要一步 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 这是中国航太事业发展的又一句 有里程碑意涵的进展 习近平称赞参与火星探测任务的工作人员 勇于挑战追求卓越 使中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驻越功勋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精心组织实施好火星巡视科学探测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精心推进行星探测等等航天重大工程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为探索宇宙奥秘 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外美国太空总署也在官方的推特 转发了副局长楚比兴的发文 楚比兴祝贺中国 授割火星探测器登陆火星 并且恭喜中国国家航天局天问一号团队 他又称 他与全球科学界一同期待中国本次的火星任务 对人类了解该星球做出贡献 中国武汉在5月14号晚间8点多 突发九急龙卷风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武汉菜店区14号晚间 突发龙卷风 风速达到了每秒23.9公尺 破坏力十分惊人 当场造成多处民房受损 并且有多名民众受伤 而除了武汉之外 同天晚间在江苏也出现了龙卷风 当地局部电力设施和多处房屋都受损 截至今天凌晨5点 两地的搜救工作都宣告结束 两起灾害一共造成了10人罹难 367人受伤 其中 苏州市有4人死亡 19人轻伤 130人轻微伤 武汉有6人死亡 218人受伤 当地政府已经要求气象部门 及时预警预报 加强近两天预报灾害天气的应对调度工作 并且着手对于综合交通 公共设施 老修社区 农村围房 及建设工地的全面排查 七分的搜救